好像这个气球事情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甚至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 我要用这次机会介绍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中方已经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告诉美方 这是一个民用的无人飞艇 那么由于强烈的吸风带的影响 加上它本身的控制能力有限 它偏离了原来的航线 进入到了美国的上空 我们要求美方应该冷静的专业的 来通过中国协商 加以妥善的处理 但是遗憾的是 美方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悍然出动先进的战机 用导弹打下一个气球来 这种行为非一所思 近乎歇斯底里 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 是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惯例 尤其是违反了芝加哥公约 国际民航条约的基本的精神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我们向美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们这个地球的上空 飘荡了很多的气球 各国的都有 难道美国都要把它打下来吗 美国这种做法 不是证明美国是强大的 而恰恰是相反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再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而在对外交往中 再做这种荒唐的事情 我们也要求美方 拿住诚意 改正错误 正式并解决 这一事件 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损害 为什么这么一个偶发的 意外的事件 竟然引起了这么一个轩然大波 它的背景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错误的认知 和战略的误判 中国的对面政策 非常的清晰 而且透明 那就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我们愿意本质的三项原则 同美方一起探讨 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 如何在这个星球上 正确地来相处 但是美方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美方的回应是 中国 是严重的地缘挑战 是长期的竞争对手 甚至是 美国的威胁 在这种错误的中国观的作用之下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都用一切手段 来试图打压和抹黑中国 而且还胁迫其他国家 一块这么做 美国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跟中国进行竞争 中国从来不怕竞争 但是我们要的是 公平的竞争 要的是守规则的竞争 但是美国是这么做的吗 我就举一个例子 美方出台的芯片与科学的法案 这个法案 是百分之百的保护主义 是百分之百的自私自利 是百分之百的单边主义 单边行径 严重地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严重地违反了世贸的规则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的竞争 差了十万八千里哦 美国自己占到了 他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中国两千年前就一句古话 叫做君子好财取之有道 只有小人才去巧取豪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方失去了一切伪装 连巧取都没有了 只剩下豪夺 我们希望美方 能够客观地公正地 看待中国的发展 一个十四年的中国 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 这不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呢 进步吗 为什么要去阻挡它呢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奉行 一个务实的积极的对话政策 和中方一起 我们共同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不仅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期待 谢谢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